第1041集 你也知道 美国是不排斥针灸的 他们国家曾经掀起过一场针灸热 现在恐怕又要掀起一场中医热了 美国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 真的是怕什么什么就来 和51区的事情还没完结 现在又要跑到美国去发展中医了 这倒是个麻烦 毕竟51区是美国官方暗地里的特殊组织 而且那个国家的党派关系也比较复杂 谁也不能保证去美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 是不是有问题 赵子谦见叶浩轩不说话 认为叶浩轩有些不乐意了 不是没问题的 叶浩轩回过神来 他微微的一笑道 呵呵 反正去哪里都是去 美国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不过 只要这块骨头啃下去 叶浩中医发展起来 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是啊 这个国家的西医相当的发达 如果说这次推广成功了 他们国家接手了中医 以后你的担子就轻了很多呀 赵子谦点点头 他感叹道 哎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在我游生之年 还能看到中医百家争鸣的样子 小叶啊 这次的事情 全靠你了 放心吧 赵叔 这些不是什么大事 叶浩轩笑道 能把中医推行到世界去 这也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什么时候方便走 赵子谦道 随时都可以 那行 回去安排一下 然后 我联系美国那边 尽快的过去 因为他们驻华大使馆 已经不止一次 跑过来问我这个问题了 哈哈哈哈 那些家伙们是急眼了 好的赵叔 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 明天就可以走 行 小叶啊 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 但我希望你能撑一撑 毕竟中医现在正在崛起 最好是趁热打铁 赵子谦一拍叶浩轩的肩膀 我明白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告别了赵子谦 叶浩轩开着车回去 他顺手给李延心打了个电话 电话没有接通 是关机状态 因为李延心在位云中误览守灵 为期至少是半个月 所以和他一起走 是有些不太现实的 叶浩轩想了想 拨通了远在海外 林雨彤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 一响对方便迅速的接通了 林雨彤似乎是一天24小时 都守在电话旁边一样 打电话过来 有事 林雨彤道 没事 就是想你了 不能打个电话问候吗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想我了 就快点过来见我 提到这件事情 林雨彤还是有些忧远 因为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叶浩轩总是说 马上去 马上去 可是这一拖 竟然拖了这么久 马上去 果然 叶浩轩又是这句 机械式的回答 不理你了 你已经放过我 多少次鸽子了 你说 林雨彤有些气呼呼的说 她现在对叶浩轩的话 是标点符号都不太相信 这次是真的 叶浩轩认真地说 我要到美国寻讲中医 顺便在那里推行 美国这边催得比较急 所以 我可能明天 或者后天会有出发 真的吗 林雨彤屏住了呼吸 她有些不敢相信 叶浩轩的话 盼了这么久 等了这么久 她终于要来了吗 当然是真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她压低声音道 女人 在那里等着野 野马上就过去 林雨彤忍住了心中的喜悦 恶声恶气地 回复了叶浩轩一句 之后 她还是感觉有些不放心 用生硬的语气说 如果你这次 再访我各自 这辈子 都不要再来见我了 说完之后 她直接掐断了电话 许久不见 你还好吗 听着电话 另一端的盲音 叶浩轩喃喃地说 一时间 林雨彤 那清秀的面容 又出现在眼前 第二天一大早 叶浩轩便收拾好心了 因为美国这次 那边 似乎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叶浩轩 必须快速地去那边 但是随行的医疗团队 这一次 还没有准备好 一应常用的中药材 还需要清点 这些事情 只有那一些 有经验的中医 亲力亲为才行 所以叶浩轩 只有自己先出发 随后药材等东西 随着医疗团队 一起来到美国 早上八点 一辆轿车 停在了叶浩轩门前 从汽车上走下了一位 身材相当不错的女人 这个女人一身皮 女人踩着一双高跟鞋 买着优雅的步子 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虽然她戴着一副墨镜 但是叶浩轩 还是从墨镜下面 看到她惊人的美丽 而且不仅如此 这个女人身上 透着一丝沙发之气 看得出来 她绝对不是一般人 医生好 我是隶属华夏天宫 宣布的林霄 奉总部的命令 陪您一起去一趟美国 女孩取下了墨镜 伸出了一只白皙的手刀 叶浩轩心中一动 她看了这个女人的手一眼 并没有去握 她只是淡淡地说 不知道侍奉谁的命令 医生没有听说过吗 当女孩子主动和你握手的时候 你应该伸出手 否则的话 就是对女孩子的不礼望 我只想知道 你是奉谁的命令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的任务是什么 保护你的安全 除此之外 无可风高 灵霄淡淡地一笑 我需要你保护 叶浩轩小了 恕我直言 黄杰初期的实力 在那种地方 也只是勉强有自保的实力 我与别人不一样 灵霄微微一笑 她的话语里透着一股自信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跟别的女人比起来 无非就是胸道的一点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是来监视我的吧 天宫的手掌真的是有心了 叶浩轩的心情不好 是相当的不好 因为她发觉 特勤局对她起疑心了 虽然这个女孩是隶属于 天宫悬门六部的悬部 但是 这各大部门 都是以特勤局 马首实战的 所以说这个女人 陪自己一起去美国 监视自己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我可是听说 医生不是那么难打交道的人啊 女孩看了叶浩轩一眼 她的脸上依然是一副 波澜不惊的样子 那要看跟谁打交道了 叶浩轩笑了笑 你回去复命吧 就说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对不起 宣布的命令一旦发出来 我们只有服从 除非宣布自己撤回命令 林霄微微的一笑 依然是一副 宠辱不惊的样子 那不好意思 这趟美国之行我不去了 叶浩轩瞥了林霄一眼 拉着自己的包 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别墅里去 爱谁谁 老子辛苦的发展中医 现在却遭到那些老东西们的猜忌 老子还不干了 成天在京城里面吃吃喝喝 和诸多的红颜知己 一起调调情 哎 这日子多好 他干嘛要去做那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如果你想清楚薛天宇 现在的下落的话 最好带上我 林霄笑了笑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天宇怎么了 叶浩轩猛地回过身 一股杀意从他的身上传出来 因为从这个女人的话里 他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 似乎薛天宇有些麻烦 三天前的消息 薛天宇远赴美国 发展养生善方 五股失踪 我们宣布一直在找他的下落 林霄看了叶浩轩一眼道 而且已经有了消息 他在哪 叶浩轩淡淡地说 他的拳头淡淡地握了起来 他不知道薛天宇在美国遇到了什么 但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让他知道 有人敢对他不利 他势必要在美国 闹他个天翻地覆 其实我很佩服 林霄盯着叶浩轩道 有些人 还没有去美国 已经在那里惹下了一大车的麻烦 在美国 有谁会和你过不去 这些事情 我想我不用多说了吧 五十一区的砸碎吗 叶浩轩咬牙切齿地说 你还知道什么 一并告诉我吧 其他的 无可封告 林霄道 这次的事情 不仅仅是关系到你个人 而且还关系到我们华夏的天宫 与西方神秘势力的较量 所以必须有周密的计划才行 不能因为你一个人 弄乱了我们的计划 狗屁的计划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们的计划与我无关 我只负责救我的人 你们继续你们的计划 我们之间互不干涉 不好意思 林霄淡淡地说 你是我们计划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你必须配合我们 这里有华夏天宫首长 签笔印记 而且也有高层联合的签名 所以你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这么厉害 叶浩轩愣了愣 他这才感觉到问题 有些不对头了起来 林霄拿出来的东西 正是玄无牙的印记 而且也有高层各大部门的印章 所以说这件事情 是由不得叶浩轩的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却是叶庆晨打来的 爸 有什么事情 叶浩轩的心中一沉 他知道父亲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就是让自己服从命令的 哎 配合天宫的行动 这次的行动非比寻常 回头我再向你解释 叶庆晨道 到底什么行动 叶浩轩的眉头锁了起来 今天这件事情里 处处的透着不寻常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但这是高层和天宫 联合发出的指令 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改 也没有任何人 有过问的权利 你只需要配合就好了 好 我配合 叶浩轩点点头 当叶浩轩推开门 走出去的时候 灵霄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 他笑隐隐的说 怎么样 问清楚了吗 好吧 我妥协 叶浩轩点点头 我可以配合你们的工作 但你要清楚 这只是配合 并不代表 我听从你们的命令 如果在国家利益 与我朋友的利益之间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 我朋友的利益的 只要你配合 一切都好受 我保证 听语小姐 一定会没事的 灵霄很满意的点点头 他淡淡地瞥了一眼 叶浩轩手中的行李箱 行李箱打开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叶浩轩皱了皱没到 我只是配合你们的工作 你要清楚这一点 这一次的行动 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宣布的规矩 灵霄一副无奈的样子 请谅解 我们不允许带 与任务无关的任何东西 包括内衣吗 叶浩轩瞥了一眼 这个漂亮的女人 她觉得这个女人 要看她的行李箱 并不是真的 想要检查她的东西 而是想试探自己的底线 她要试探自己 配合到什么程度 她的支配欲很强 这是叶浩轩 对这个女人的认识 这种女人 是属于女王性格的女人 她有很强的占有欲 和支配欲 但不巧的是 叶浩轩很反感这样的女人 不过叶浩轩还是配合地 打开了行李箱 她淡淡一笑 这件衣服而已 没有必要查得这么仔细吧 灵霄不语 她走到了箱子跟前 伸出细嫩的右手 翻着叶浩轩 箱子里的东西 她翻得很细 就算是一件小东西也不放过 你这是用对待犯人的方式 对待我 我不喜欢 叶浩轩皱了正眉头 她认为这个女人 有些得寸进尺了 她说过 她只是配合宣布的行动 但是不会听从宣布的命令 这个女人这样做 有些不太合适吧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宣布的规矩 灵霄翻了翻叶浩轩箱子里的东西 最后取出一把银亮的手枪 我没有想到 医生竟然还会用枪 我一直认为 医生只会用真的 你最好放下这个东西 叶浩轩的神色阴沉了下来 这把枪 是陈若曦送给她的 除了她之外 任何人都不能碰 这个女人是不是认为 自己长得漂亮 她就会任由她胡来呢 哼 这是陈处长送你的吧 难怪这么珍惜 可惜的是 我们这一次任务 不允许带这个 灵霄扬了扬手中的手枪道 暂时没收 等任务结束以后 我再还给你 放心 枪会在我们宣布备案的 不会丢的 如果我拒绝呢 叶浩轩冷笑一声 另外 你最好把她远处放回 否则的话 我不会保证我们之间 会不会出一点 令人不高兴的意外 还有 我说过 我只是配合你们宣布的行动 这并不代表着 我会听从你们宣布的命令 我这次到美国 是去发扬中医 不是去看你们和五十一区撕逼 另外 叶浩轩看了一眼 灵霄高耸的胸脯道 你们宣布的人支配欲很强啊 不过我不喜欢这种支配欲 所以 请你自己自重一点 不好意思 我们宣布的支配欲 就是这么的强 灵霄微微一笑道 有一点你要清楚 你配合我们宣布 那就要听从我们宣布的命令 宣布是什么地方 我想你应该知道 这是比特勤局 还要大一级的存在 你才跟我比级别 叶浩轩小了 他觉得自从他打过电话之后 这个女人的神情就变了许多 他似乎一直在挑战自己的底线 他是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能忍耐 可以这么说 灵霄微微一笑道 请医生谅解 这是规矩 有没有人告诉你 规矩是用来破坏的 叶浩轩冷笑一声 他指了指灵霄手中的手枪道 我从来不说第二次 但是看在宣布的面子上 我再说一次 把你手中的东西给我放下 否则的话 我不保证我们之间 会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也说过 这东西暂时没收 回来以后 宣布会还给你的 灵霄微微一笑 他似乎没有把叶浩轩的话 给放在心上 他转身 就向车里走去 恭喜你 成功地挑战了我的耐心 你赢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向前虚空一抓 正在向前迈步的灵霄 身体瞬间僵直起来 令他有种毛骨悚然的寒意 从他的背后涌了起来 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 第一根寒毛都竖了起来 尤其是他觉得 自己周边的空气 仿佛变成了牢笼 把他整个人 给禁锢了起来 了 OH! 好 好